真心為您把關 SUM里程保證 我承諾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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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管理 PK HIGH 大家好我是首比克樂隊教練 教練樂今天來幫各位介紹這一台2018年的KIA KERINS 那這一台是有加裝第三排的 所以它這台是5加2七人座 那你如果說需要一台MP 車型也不要太大,那你又想要七人座 又想要享受這種教室底盤的操控感的話 那這一台會是你滿好的選擇 那現在教練先帶各位看一下它內裝的配備 首先可以看到它的皮椅保持得相當的不錯 它沒有那種破掉或是很誇張的刮傷 那現在教練坐進來 那教練首先先介紹這一邊 它這裡的話是循跡防滑,然後跟節能 然後在這一邊的話有換檔撥片 兩邊換檔撥片,然後定速 然後這個的話是可以改變它行車模式的 像儀表板這裡,儀表板這邊顯示 像是一般的那種原廠設定 然後support,然後跟節能模式三種 那里程數的話可以看到六萬九 以這台1.7柴油車來說的話跑不多 好,然後它這台是在原廠保養的 它這個有原廠保養的紀錄 好,OK,然後它前車組還有加裝盲點 它盲點的話是裝在A柱上面 各一顆,這邊一顆,黑色這一個 好,那首先到這邊可以看到這台是它原廠的螢幕 這是它的主機 那這台的話有CD,然後導航 這是它原廠的導航 導航在這一邊 那在音樂的話有藍牙或是USB 然後外部輸入的話就是AUX 然後你想要調它的音效模式的話就在這一邊 好,然後往下看這邊是雙區的恆溫 然後下面這裡的話有USB 然後AUX 然後再兩邊的12V車充 有兩顆給你 其實還滿夠用的 好,然後下面的話這個是車距雷達 好,那教練呢先來介紹一下後座 好,那各位呢可以看到 其實它這第二排空間給的算是滿充裕的 然後再來的話這裡還有冷氣出風口 第二排冷氣出風口 那風量大小呢就自己調節 然後再來三張椅子呢是可以獨立移動的 好,像這樣 好,然後中間也可以 好,然後旁邊這裡也是 通通可以獨立移動 然後呢,ISOFIT的話呢是這兩座才有 好不好 好,然後呢再來是 你如果今天有欠座的需求 好,像這一台啊,前車主也去加裝 好,往前移 然後再上車 好,這是它第三排的空間 那當然 這種教室第三排啊 就是那種5加2七人做的 基本上啊,後面就是做小朋友 好,那你如果說今天你要做成人 也OK,那就是短圖啦 基本上的話就是短圖 然後大家稍微擠一點 像現在這樣子的話教練也是 還OK啦 坐著的話並不會說太 不太舒服 那只是說你要長土的話 不建議好不好 長土的話成人座後面是非常辛苦的 好,那 接下來呢 來介紹一下它後車廂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後車廂 好,那所能看到它第三排有加裝之後啊 它的後面的那個行李空間並不是說很大 像第三排放平之後有沒有 整個都平整化了 然後呢,你如果今天是出去露營 或是說你想要野營 好,就這樣 放倒之後就躺床上 好,那接下來呢 現在帶各位看一下 那像這個LOGO啊 應該很多人不知道 這個LOGO的話呢 是德國的紅點設計大獎 好,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旁邊 保持相當不錯啊 因為以這種白色來說的話 你如果有烤漆 它的色差一定是非常的明顯 然後呢,看一下它 副駕駛座這裡 一直保養得非常好 也沒有破掉 也沒有那種掛傷之類的東西 好,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引擎室 好,那我們現在看可以看到引擎室喔 非常的漂亮喔 它的螺絲 不管是引擎蓋的 還是說葉子版的 通通都沒有轉過 那第三方認證呢 是有通過的 有合格的 它可以擔保說 這台車是沒有更換過板件 也沒有出過重大事故 甚至是泡水的 好不好 然後再來這一顆呢 是愛馬龍電瓶 110年8月的時候做更換的 那換的時候呢 它的里程數是5萬8 那都正常使用情況下的話 那一顆還可以頂蠻久的 愛馬龍電瓶 大家應該知道都很耐用 那接下來 再幫各位總結一下 2018年的KIA KELENS 好,我們再來是1.7柴油的 所以你油錢跟稅金呢 超級省 那現在手幅呢 開多少錢 63萬8 非常的划算 有5加2第三排 全新的 好不好 那如果有喜歡 這支影片的朋友 好,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開啟小鈴鐺 我是瑞教練 下次見,掰掰